一分钟让你的胡桃输出提升20%以上 首先大家知道胡桃依靠中击输出 零零的情况下因为输出能中击击到9次 如果你能练好爱中跳 没定9次中击 你就能比大不凡的胡桃玩家多达20%的输出 但是胡桃的操作少先进次而已嘛 胡桃之所以能这么强大 是因为还有进阶的手法 没中跳 具体操作就是普攻两次 在动作出来之前迅速接种击 然后跳跃取消后腰 零命的机械是8次A中 如果你要能稳定打出8次 相比9倍中又能多10%的输出 就算你使用的四星武器 也能依靠手法超越其他玩家的专舞 这就是胡桃带来的无限可能 要谢谢琪琪吗 有大家在身边 伤口就不会吐死了 看似是倒霉蛋 实则是全能火神 丹尼特攻略 这个视频琪琪教会你 丹尼特是火吸辅助角色 战绩普通会一刀 以及70%血量以下的巨额奶量 堪称辅助能力最强的大招 天赋推荐 119 顺带一提 班尼特普攻动作和凯亚很像 圣仪物前期带流放者 中后期带4宗室 充能足够的情况 在反应队也可以带4教官 逐次挑选择治疗 生命头 充能 生命杀 生命杯 负词调首选充能 其次生命 毕业要求是这样的 武器的选择上 因为班尼特打招攻击力加成指 与自己的基础攻击力有关 所以武器首选高白指的 附属性充能的武器也可以 锻造武器原木刀堪称四星转武 前期可以飞天遇见过度 配对上 班尼特是许多顶级配对的核心 命座方面 神就是这么平一级人 总之 班尼特推荐所有玩家排养 属于低头入高回报的角色 要谢谢琪琪吗 大剑注视 塔萨扎来宫的建造者 海哥的室友 从我家搬出去 卑鄙 塔维攻略 琪琪这期视频教会你 塔维是一名战场大剑角色 普攻方式非常独特 手感在大剑角色中属一属啊 战绩造成范围草伤并引爆周围的草原和 大招开启瞬间也能引爆 并短时间获得草原素附魔 这里注意一点 卡维的技能只负责提前引爆种子 种子最终的伤害还是与触发源绽放反应的角色有关 比如这里 是行秋产生的种子 最终伤害只与行秋有关 卡维还能增加种子爆炸伤害 所以卡维主要玩法是打战放反应 再加上卡维开大提供抗打断以及天赋被种子炸到回血 所以卡维身板非常易 天赋推荐是这样的 剩衣物方面 围绕精通进行配装就行了 草套散套都能用 主词条三精通实战卡充能可以换充能杀 卡维需要的词条只有精通和充能 那也不用刻意去选 卡维的任务只有保证自己稳稳的战场就行了 武器同样围绕精通和充能进行选择 七七手推技力大剑 这些武器也可以用 配队上 七七将四十级卡维放到了尼鲁队 即使面对深渊圣海兽也能站住脚 非常坚挺的同时 已有挂草能力 在生存压力小的环境还能替换掉奶味 普攻甚至能破深渊经理者的兵盾 为尼鲁队克服了又一困难 所以卡维配对手选尼鲁队 纯思心超战放队也很不错 还有就是动战队 在动住原魔的同时通过原战放种子进行输出 卡维还能打出碎饼反应补充伤害 命座上 卡维有明显提升的命座只有六命 但不建议强抽 零命就能用 总之 如果你是尼鲁玩家 抽到卡维是可以练的 但其他配对强度有限 只适合用来过度 卡维是一名强度合格的私心角色 虽然不是无可替代的 但在适合的领域总会有用武之地 七七帮到大家了吗 玩小艾咪一须知道的五点 第一 小艾咪主要靠战技召化欧兹输出 欧兹伤害值与战技等级有关 所以在资源不够的情况 只用生战技等级就行了 第二 小艾咪的天赋断罪雷影非常强力 很适合搭配千台计划雷系打出超高频超计划反应 比如客琴和神子 注意一点 万计划不算雷反应 触发不了天赋 所以小艾咪与计划草系是配性一般 又因为小艾咪范围挂雷手段少 所以不适合打超战放 第三 小艾咪最高性价比胜一物吃二加二 双爆投攻击杀雷伤倍 次星武器绝闲就能打出高伤害 第四 小艾咪作为后台角色可以差击许多阵容 比如草行酒 鹿行斑 也是魔王武装重要的成员 且对单伤害总是沾大头 第五 小艾咪关键命座只有六命 即使飞满命也值得依略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七七帮到大家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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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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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下人一大配都可以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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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回伤害倒是病高了 这三组对比可以看到米卡的增伤 她只能对前台角色的生效 如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配对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看一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买命的优拉同相对比其实并不算很强 仅推进优拉珍爱党以及喜欢大数字的玩家抽取 最后我们用优拉经典的配队 尝试打一下这些深渊看看效果怎么样 开局先冲到水测画面前 队友开始上buff 草测画一爪子把班尼特打出来一个屁 优拉开大开始输出 开大的优拉是霸体完全不需圣骸兽 水测画不停的扭着小蛮腰 把优拉挤出了班尼特的圈 还好我在大招结束前回到了圈内 48万如果刚刚点满了大招应该能超过50万吧 雷神胸口拔刀开始冲冷 灵敏雷神的弹的伤害还是比较低的 等着策划下弹 再上一次buff解决掉第一波 不开大的优拉光靠普攻真的太迟钝了 冲一下能 火沙尼亚冲能非常快 哎呦被决飞了 被策划挤得视角都乱了 策划太能跑了 优拉面对这种比较灵活的圆魔真的很难受 只扎倒了水策划 43万 这个豹子还在后面看戏 最终是1分33秒解决了上半一般的速度吧 但这其中包裹了许多优拉的问题 第一优拉的普攻非常的笨重 而且优拉的普攻距离比较短在面对一些比较灵活的圆魔会比较难受 第二优拉的轴还是比较长的 而且大招耗能非常高 优拉自己铲球比较少 如果你的整体念度没上去可能会玩的比较卡手 第三是这段战斗中没有提现出来的 就是优拉这个配对的养成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 至于优拉的优点 第一大招爆发非常高 而且优拉的整体dps不算低 第二优拉是误伤大剑 左攻伤害还算可观 受尾能力比较强 所以最后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平民优拉的抽取建议 目前不建议任何人以强度为目的去抽取优拉 优拉真正崛起的时候 是她真正的专辅出现的时候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看过之后对你有所帮助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以后我还会更新其他角色的攻略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我是西七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七七将大家抽到就会玩 首先圣仪物首选四师金 对于如果没有四草套的角色 海哥就带四草套 其次二是金爱乐团 主四条选择双爆头 金屠杀草伤杯 副四条需要双爆 金头和一点充能 武器首选专武 七四绿剑 武器 不乱 四星选择黑剑 咬散火铁风刺 三星零零神剑探抵五星 但是要绑定盾打奥 埃尔海森主要依靠普攻和多光剂输出 所以这样连招 先开大 接战技 然后打一轮普攻 接着重击叠一层被捕 然后就是普攻传插重剂输出 黑队推荐 穿激化队 靠海诺和雷后台同时计划打输出 机战队主要号叉战法种子和海阁打输出 命错方面 一命可以减少战绩冷却 减少真空气 万命加精通 提升尚可 四命可以同时给自己和队友加buff 万命高位双爆提升 总体来说 阿阿海三灵命机制完整 很推荐缺少主戏 和想尝试操反应的玩家抽取 不用血机器 什么 你新手持抽出了迪卢克 那奇奇就叫你如何挖好迪卢克 迪卢克是一名战场火星输出角色 主要输出方式是三段斩计和普攻穿插 大招的火鸟鸭质已非常强 开启大招和温祸得一段时间的火覆魔 迪卢克最常用的陪队未入行沙板 依靠帮尼特沙糖的加上 和醒秋的挂水打出蒸发输出 写中本力特是不可替代的 沙糖可以换成万叶或者中铃 形秋可以换成夜蓝 还有经典阵容烟魔武装 传火队 以及操作难度极高的熔炉队 极其重点输一下猎战放队 这个队伍必带醒秋 然后带一个不影响反应的盾乃角色 最后带草神护者操作 这个配队下限很高 实战中只有探到种子就有火点燃 然后是圣银屋的选择 前期可以战狂过渡 中后期首显摩尼塔 其次是金 选择双宝头 攻击沙漏 火伤杯 夜战放对手选金通沙漏 火伤杯也可以换成金通 武器的选择上 五星大剑都能用 自行吃骨剑可定情况强 用五星 玉彩 锻造的是做骨滑也可以用 夜战放对手推击于大剑 增加点火次数 狄鲁克想比其他五星输出 确实是不占优势的 但前期收到了 那么琪琪恭喜你 狄鲁克会带你度过艰难的前期 正如他说的 在黎明到来之前 必须有人稍微照亮黑暗 要谢谢琪琪吗 胡桃要复刻了 琪琪以最快的速度 叫大家怎么撩胡桃 前期是一物首选四战狂 中后七首选四魔女或者四追尼 四十斤夜行 都没有 可以三套过多 竹子条选择双爆头 生命 金铜沙漏 火双杯 扶子条 双爆 金铜 百分比生命都需要 这个面板大概就是小毕业了 武器首选他家族 传伤火棍 赤杀智杖 和普渊野行 四星选子 侠领猎尘 决斗枪 千言枪 都没有 三型白银枪勉强悠悠 军容弯军的表格来 一定有你能配齐的 命座上 一命强烈简易抽取 其他命座提升游戏 好了 琪琪要躲起来了 下期视频 琪琪教大家胡桃的警戒攻略 咦 琪琪呢 琪琪 快 出来 要谢谢琪琪吗 一分钟 让你的胡桃输出提升百分之二十以上 首先 大家知道 胡桃依靠重击输出 零零的情况下 因为输出能中提击到九次 如果你能练好爱中跳 没定九次中击 你就能比大部分的胡桃玩家 多达百分之二十的输出 但是 胡桃的操作少先进此而已嘛 胡桃之所以能这么强大 是因为还有进阶的手法 没中跳 具体操作就是普攻两次 在动作出来之前迅速接中击 然后跳跃取消后腰 零命的极限是八次A中 如果你要能稳定打出八次 相比九倍中又能多百分之十的输出 就算你使用的四星武器 也能依靠手法超越其他玩家的专舞 这就是胡桃带来的无限可能 要谢谢琪琪吗 一分钟 琪琪叫你玩好心跳 星球为什么是水神 挂水 绵伤 糠打断 和水有关的反应大都离不开它 圣银武前期用流放者 加快大招出能 中后期四局 以及下人一大配都可以用 如此挑选择双宝头 出门杀 六命可选择攻击杀 水伤被 圣银武不够的前中期 优先保证出门 然后再追求伤害 所以副次条出门 双宝 百分比攻击都需要 武器数选精烈散以上的纪律剑 其余情况西封剑也是最优选择 追求稳定高伤害率剑最强 前期开三星飞天域剑过度 配对上 星球可以说是狼魔了 我好忙哦 放过我吧 命座上 星球灵命就能满足基本的刮水需求了 但是 这真的是四星角色的命座吗 总之 星球推荐所有玩家培养 要谢谢琪琪吗 大建筑室 卡萨扎来宫的建造者 海哥的室友 从我家搬出去 卑鄙 卡维攻略 琪琪这期视频教会你 卡维是一名战场大剑角色 普攻方式非常独特 手感在大剑角色中数一数二 战绩造成范围草伤并引爆周围的草原和 大招开启瞬间也能引爆 并短时间获得草原素附魔 这里注意一点 卡维的技能只负责提前引爆种子 种子最终的伤害还是与触发源绽放反应的角色有关 比如这里是星球产生的种子 最终伤害只与星球有关 卡维还能增加种子爆炸伤害 所以卡维主要玩法是打绽放反应 再加上卡维开大提攻抗打断 以及天赋被种子炸到回血 所以卡维身板非常易 天赋推荐是这样的 圣遗物方面 围绕精通进行配装就行了 草套散套都能用 主词条三精通 实战卡充能可以换充能杀 卡维需要的词条只有精通和充能 那也不用刻意去选 卡维的任务只有保证自己稳稳的战场就行了 武器同样围绕精通和充能进行选择 七七手推技里大剑 这些武器也可以用 配队上 七七将四十级卡维放到了尼鲁队 即使面对深渊圣海兽也能站住脚 非常坚挺的同时已有挂草能力 在生存压力小的环境还能替换掉奶味 普攻甚至能破深渊经理者的冰盾 为尼鲁队克服了又一困难 所以卡维配对手选尼鲁队 纯思心超战放队也很不错 还有就是动战队 在动住圆魔的同时通过圆战放种子进行输出 卡维还能打出碎饼反应补充伤害 命座上 卡维有明显提升的命座只有6命 但不建议强抽 明显就能用 总之 如果你是尼鲁玩家 抽到卡维是可以练的 但其他配对强度有限 只适合用来过度 卡维是一名强度合格的私心角色 虽然不是无可替代的 但在适合的领域总会有用武之地 七七帮到大家了吗 啊 海森 已经上线了 七七叫大家抽到就会玩 首先 圣仪物首选4世纪 队里如果没有四草套的角色 凯哥就带四草套 其次二十金二月团 主四条选择双爆头 金通杀 草伤杯 副四条需要双爆 金头和一点充能 武器首选专武 七四绿剑 武器 武软 四星选择黑剑 要散护铁封刺 三星零零神剑探地五星 但是要绑定盾南奥 埃尔海森主要依靠补光和左光剂输出 所以就要连招 先开大 接战技 然后打一轮普攻 接着重剂叠一层背部 然后就是补光穿插重剂输出 黑队推荐 纯计划的 和海鸽和雷后台同时计划打输出 即战队 主要号超战防种子和海鸽打输出 命错方面 一命可以减少战绩冷却 减少真空气 半命加精通 提升上课 四命可以同时给自己和队友加buff 满命高额双爆提升 总体来说 埃尔海三灵命机制完整 很推荐缺少主席和想尝试操发音的玩家抽取 不用写机器